我国去年先后举行六周选举和多场国州议席补选 根据竞选门观察 各政党和独立人士在去年多场选战中 共犯下324宗选举违规事项 当中国门犯规次数最多 共录下148宗违规事项 新盟和国阵各犯下83项错误 此外竞选门也发现 团结政府和国盟领袖都在竞选期间 多次滥用政府资源 包括乘搭专机到肯直区败票 和在竞选期间做出多项大型项目和拨款宣布 竞选门共委派了104名观察员 监督去年开打的六周选举 刮拉登加楼国席补选 柔佛普莱国席补选 新邦二南州席补选 和登加楼干马晚国席补选 根据当局今天发布的选举观察报告 显示多个政党联盟和独立人士 在以上多场选战中 共犯下了324宗违规事项 包括举行宴会 给予礼物 触及种族宗教敏感课题 和滥用政府资源等等 当中国盟的违规次数达148次 西盟和国阵各犯下了83宗违规事项 但如果以整体团结政府来做比较 明显是团结政府的违规次数 比国盟来得更多 以上绝大部分的违规事项 都是在投票日当天犯下 另外竞选盟也点出 在六州选举期间 虽然涉及州选的州政府 已经成为了看守政府 不能任意动用政府资源来竞选 但有关规定却不限于联邦政府 因此在州选期间 还是能看到有多宗政府资源 被滥用的事件 包括首相拿督斯里安华 乘搭专用直升机到吉达东特瑞肯直区 出席当地的嘉年华 交通部长陆兆福也在竞选期间 做出有关槟城轻快铁项目的宣布 此外当时的登州看守大臣 拿督斯里阿末三苏里 也在干马晚主持医疗中心动图里 和出席机场惠民活动 另外报告也点出 在六州选举期间 选委会共寄出了近8000张邮寄选票 但只有大约3400张选票 被非政府组织带回我国 因此竞选盟也促请选委会 务必要致力让所有邮寄选票 都送回我国计算 或是落实海外线上投票制度 以方便更多海外选民 竞选盟也预请选委会 将去年所有选举的选举事项 出现的问题 及如何使用选举经费等事项 总结成一份报告 提成给国会 检讨其中不足 好在下一场选举中 做出改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